国语有声善书 抄拔先锋对公告 各位大德大家好 此次抄拔宝调五位王魂之一赤拱横堂号天子寿灵修院 分别为第一位 19岁陈姓孝子与新北市板桥区信一路百贪救母仇医药费 2024年6月10日被五人为欧后丢包老板家楼下 紧急送一抢救人回天法术 第二位与第三位 2014年嘉义一对夫妻夜秀勇 姑叔勤到嘉义县布袋镇海边 为了救落水的儿子夫妻双双在海边溺毙 第四位分园设口邮局一名孙姓邮差 2024年4月26日冒雨送信 遭路旁突然倒下的黄花枫林木杂中 送一急救补治 孙姓邮差非常孝顺 生前与妈妈及家人同住在分园 未婚不论送信再忙 总是会回家 她与妈妈一起吃饭 有五妙名正堂主席官恩师圣氏 关于第一位陈姓孝子 此乃素氏曾诗周济困但结束一难逃也 第二位与第三位夫妻 此乃属于其儿间之恶国显报 除恶国显报外 其彼此间上有济困于寒冬之善因 第四位孙姓邮差 其素氏因乃是寒冬送暖住许多无一可渡冬之平民顺利渡苦之善因 第五位皇姓妇人 此义乃寒冬中雪中送炭之善因 小编在此呼吁大家 我们应该要多行布施 最后在此恭喜这五位王魂能入灵修院 未来能成为先佛继续救度众生 感恩好天慈悲 借杀与放生的行为包括哪些 一、不亲手杀生 二、不教唆别人杀生 三、不帮助别人杀生 四、借除肉食 五、不从事与杀生有关的行业 六、凡有拜拜 一律用素菜、鲜花、水果 不用生理 七、见人杀生 应加劝阻 或用钱将临载只动物买而放之 若劝阻无效 或他不卖 则应对被杀之动物起同情心 若能为他念佛号或往生咒更好 八、不虐待动物 九、其他与上猎杀生相反之行为 借杀与放生能得何种福报 一、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说 人在世间借杀得五福 一、寿命增长 二、身心安稳 三、不为刀兵虎狼毒虫所害 四、死后得生天上 寿命长远 二、其他在佛经及善书上所记载之放生戒杀福报有 一、欲有紧急灾难 易于逢凶化疾 脱困免灾 二、欲有医学上难治的所谓冤业病 能戒杀放生配合念佛 诵经、持咒、修颤等佛事 虽不能百分之百有效 却常有奇迹出现 三、凡有奇愿 教义达成 例如 求生子孙 求平安 求功名 求事业 求消灾等 小编中心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求修大道 一贯天道或者入圣堂当鸾下生 尤其是五庙明正堂或一赤拱横堂 好好的修道一定可以成就非凡 另外 小编深知有些灵修院已经被上天关闭 期望大家可以至五庙明正堂或一赤拱横堂叩问先佛 您抄拔的魂是否有在灵修状态 被关闭的灵修院 原本里面灵修室就会被遣送回原处 例如地府 小编觉得甚为可惜 望大家可再次抄拔他们至无极正道院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在灵界里面 有两间金光闪耀高耸威俄之灵修院 其名为无极正道院与好天子寿灵修院 灵修院乃奉无极皇母大天尊之一旨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之一旨 由众先佛在灵界中设立 其目的为广度众生 就如阿弥陀佛之西方极乐世界 以及要师佛之东方静流离世界等诸天仙佛之净土般 周围有一股致大志刚之正气所照护 光芒万丈 气影三界 明镜ok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